这里就是连外国人都想来看上一眼的 武圣关公的家 很多人都知道关公 但是都不知道关公家里面真正有什么 悄悄的告诉您 他家里有两座店里出现的人物呢 您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处 现在呀咱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走吧出发 进来之后呀 我们看到有一对狮子非常的奇怪 牧子呢走过了很多的名胜古迹 而且呢很多狮子摆放呀极其有讲究 古代呢左边为尊摆放的是雄狮 雄狮呀嘴巴呢都是张开的 代表古代男人呢是说了算的 而且爪子下面呢一般都是按绣球的 代表着手握大权掌管乾坤之意 但是您看他的手下呀 却按着一只小狮子 而右边的母狮子呢 应该按的是小狮子 但是他也按的就是绣球 那么这种摆放它有什么意义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 是不是只听说过关羽和他的儿子 很少有人听说他的关于父母的故事 大家看一下 在我眼前这座八角七层塔 这个塔呀外表看上去呢 它并不鲜艳 而且呢也并不高 那么它是做什么的呢 这个八角七层塔呢 是关公的父母墓 在这里呀曾经呢 发生一段显为人知的故事 当年呢泰州城里面 有一个恶霸叫做吕雄 他勾结官府横行霸道 七男霸女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他当时把城里的水呢 很多水井啊给填掉了 只留下自家门前的一口水井 并且呢规定只有大姑娘 或者小媳妇呀 可以到井里面呢来挑水 这个时候呀 他就每天带着几个恶奴 守在井边 看见谁家的大姑娘好看 就强行霸占 这个对于秉性刚烈 又好打抱不平的关羽来说呢 肯定是看不过去的呀 后来关羽呢 他一怒之下 就杀了这个恶霸吕雄 但是呢 却遭到了官府的捉拿 并且要株连九族 满门抄斩 当时呀 官姓的族人呢 都四散逃走 只剩下关羽年迈的双亲 由于呀年龄又大 腿脚呢又不方便 而且又特别怕连累关羽 于是呢 在这个地方 原来呀他有一口井 后来父母呢 双双头井了 后人为了纪念关羽的双亲 于是呢 在座井的上面 建造了八角的七层塔 根据备文记载呀 这个塔的修建年费呢 是在东汉的中平元年 也就是公元的184年 到现在已经有千年的历史 历经千年风雨 依然屹立在这里 他在向我们后人 诉说着光宫的一举 和父母的悲壮故事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限电了 在每年的清明节中元节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6月24来自全球的官室后裔 以及当地百姓呢 都会不约而同的 来到这里面进行祭祀 在我身后 这个大殿主殿呢 它就叫做崇宁殿了 但是啊 今天在这个院子里呢 我最想和你们分享的是 他们龙柏还有胡柏 这个呀可不是一般的柏树 它的树林呢 已经有1800多年了 周长大约有4米 可以说是他们见证着 光宫祠是当今世界上 最早纪念光宫的发源地 也是我们河东大地上 1800多年风雨变迁的见证者 至今呢 仍然生命力旺盛 当地百姓呀 有一个习俗 认为这个柏树呢 非常的有灵气 而且在上边呀 摔了好多红绳 那么他是什么意思呢 当地百姓家里面 如果生了男孩 他们呀 会让孩子呢 认柏树为干爹 摔了红绳之后呢 希望孩子能够 望死成龙 那么那边那颗呀 生上红绳的意思呢 生了女儿 希望女儿可以 望女成凤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供奉着 官夫人的娘娘殿了 官夫人是我们 亥州镇的东湖村人 当年啊 官公为民除害 除掉这个恶霸 吕雄 援走他乡之后呢 官夫人就带着孩子 到对面的中条山上 以采药为生 为当地百姓啊 来治病 所以被百姓 尊称为药娘娘 当然呢 也因为他治病救人 医术高超 被后人也尊称为 宋子娘娘 据说现在呢 当地百姓 也会时常到这里来 祈求身体健康 在这个院子里呀 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 至今呢 他仍然是个谜 大家看一下 我身旁这个古丧呢 据当地百姓相传 他是每年五次开花 五次结果 我们看一下 他的根径 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巨大的 五个根径呀 扎入地面 就像巨龙的利爪一样 深深的抓在大地的深处 另外呢 整个关公祠堂呀 供奉着官家的古代人 处处显示着 这五个自然术 所以说人们呢 将这颗古丧呀 称之为 武士同堂丧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呢 也沾沾他的福气 木子在这里 把福气送给屏幕前的您 接到了吗 接到了 打一波 接到了 我 感谢观看